地震源才好 小甜甜略為不好的 原來就是鼻樑 看到了,鼻樑又看肺 肺下、脳氣管容易有問題 其次就是人中不太好 因為人中你見到很平滿 因為人中我們要深和闊 比較好的 短 沒錯,短 因為我剛才說了 人中會隨著年紀而增長 他現在年紀大了 人中都沒有增長 現在過身是69 應該是看哪個位置呢 如果70就看下巴,地角 地角來說就不是很飽滿 就屬於尖那個 也不算把門搜尋 不算是,下巴搜尋 晚景無憂,這只是說財富 我們除了說財富之外 還要說身體或其他狀況 例如看身體,下巴尖 心臟比較弱 下巴原來看心臟的 鼻樑不夠高 就是肺喉嚨和氣管容易出現問題 但他是沒有兒女 其實看不見相片 看不見他沒有兒女 我們只可以參考 他一直都很想有 只可以參考 因為人中深闊容易有兒女 人中淺平就不容易有兒女 只可以推斷他不容易有兒女 只可以推不到他一定沒有兒女 不如看他老公 好… 王德輝 這個相片好像下庭很長 沒錯,他最不漂亮就是中庭的部位 對,中庭很短 但下庭來說是50歲一直到老 中庭來說,眉和眼睛沒有問題 雖然眉髒一點,但最重要是眉眼的位置 也是夠闊 通常男人眉眼距離比較低 眉眼距離叫闊 雖然眉不漂亮 但他本身兩拳都是合格的 兩拳在這個位置 但整個上角最漂亮是臉 下巴 但就未必去到… 沒錯… 因為下巴來說 只是說你老了一路的財運 財富好不好 但壽命我們有時看不到 那他算不算是怕老婆呢? 算不算眉髒眼,目神夢狀 不算 雖然他的照片看得很小 但你感覺到他的眼其實挺有神 就不像武神的眼 師傅,我們研究完超級富豪 不如我們回來現場 研究一些家庭觀眾的面相 師傅,我們有位現場觀眾葉小姐 她是網頁設計文員 我們去研究一下她 好… 好嗎?你怎麼看? 我怎麼看?葉小姐,沒什麼眉 是吧… 其實女孩子很多時候都沒眉 是靠畫的,有問題嗎? 如果眉薄就沒問題 因為沒眉是沒有眉的 眉很薄 但其實一條連著一條 全部到尾 對,也有幾條毛 有的… 那代表什麼? 不告訴你 又不告訴我? 你覺得代表什麼? 我覺得… 不認識 但我看到葉小姐的牙齒不太齊 是不是難搜秘密? 沒錯… 鼻樑也不算太高,是嗎? 鼻樑也合格了 至少左眼看不到右眼 讓鼻樑遮住 對…即是打側 合格了… 學生呢?學生有沒有… 師傅,我看到牙腳中正的位置 好像有一條凹痕 沒錯… 是否25歲應該感情上有一個變化? 對… 逐零24、虛零25 容易你一段感情就是一段感情 希望嫁出 不然就會分手 容易你一段感情就是一段感情 結婚是變化 分手是變化 或者突然間出現一段感情也叫變化 師傅,而且我看到她人中 如果是女生來說算是比較長 對嗎? 而且也有一點劍形 人中?正常不是長不是短 劍形也很像 不過近來看,原來就像個圈子 所以我們本來通常判斷 尖形是生兒子 像個圈子是生女子 它兩樣都像,連我也不知道 林鳳彩 那眉和眼睛算是寬闊嗎? 算是寬,合格 合格的 不過也沒用 因為原來我們除了看眉的闊窄之外 還要看眼睛是否凹凹 原來眼睛也代表家人緣分一般 是不凹凹的 你看看美國人 大部分眼睛都深了 原來眼睛也代表家人緣分一般 師傅,到你了 到我了? 是 葉小姐的照片 我們首先看耳朵 一看就知道是否合格 合格 這麼不合格 當然是合格 好巧不是你看,是我看 我們看耳朵是甚麼合格 首先耳朵要輪廓分明,不要崩 第二,耳朵要大 第三,要貼肉 耳朵比較小 耳朵比較小 對,也不貼肉 所以先天來說 看不太合格 一般 原來耳朵在三十歲前身體 鼻就看三十歲後身體 好巧鼻身得漂亮 即是後天身體好些 先天十四歲前就一般 額來說 我們首先看這些位置 是十五、十六、十七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好,然後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最不漂亮來說就是二十五這個位置 對嗎? 二十二至二十五,觀六宮就比較凹 觀六宮凹就叫二路功名 通常觀六宮凹的人 很多時候工作和讀書完全沒有關係 就算讀那樣 他也很多時候做不到那樣 這個叫觀六宮凹 二路功明才向另一條新的路發展 就不是文職一直升上去 要自己找機會才行 他現在來說好像剛剛走到這個位置 所以發展一般的 剛才你問過,眉很弱 其實眉很弱就沒所謂 葉小姐和眉不漂亮 主要不是貼著眉骨去生 全部是豎起的 眉頭看感情,眉尾看思想 眉頭亂,感情亂,眉尾亂 思想亂,思想亂 思想感情亂,怎麼辦 再說,眉頭眼就不錯了 雖然眼也凹一點,對吧 其實看上去的難處要加分、減分 我又說過眉頭眼距離闊 說家裡有緣分 眼距離闊又說沒緣分 究竟有緣分還是沒緣分 原來最困難就要加加減減 這個只是減少少分 也算是合格的 你剛才不是說女生瘦 沒什麼眉都沒問題嗎 沒錯… 肥沒眉就… 肥沒眉就很大 肥沒眉就胸上了 通常來說… 對,通常是低下階層的工作 又比較牢碌 一生都不會有什麼成就 七二子女都是弱一點的 所以眉毛很重要 可以畫上去嗎 可以畫上去嗎 希望心改修用 又畫上去 然後眼睛就合格了 眼睛…夠大 也算是…有神 不過眼睛不夠白 看不看 眼睛不夠白 眼睛大黃 眼睛大黃 眼睛看內臟 原來眼黑白分明 是缺斷力強 內臟健康 眼神不夠 內臟不健康 還有做人不夠缺斷力 所以容易拖泥帶水 悠悠寡斷 去到拳和鼻 是成格上最漂亮 鼻樑夠高 兩拳有肉 兩拳有肉又代表什麼 響到呼吸 黃夫 兩拳有肉就是黃夫 鼻樑合格 也略響到呼吸 原來剛才有她的八字在手 原來她真的行三十年 幫夫運和老闆運 所以她兩拳比較漂亮 就是對的 她很幸好幫得來 原來鼻樑好 也能響到老公的福 臉也不錯 臉下巴兜 兩邊臉有肉 所以整個上格來說 除了和眉最不漂亮 一生來說比較平穩 她三拳也算平均 平均… 所以一生來說 除了耳朵最差,眉最差 其他沒什麼大問題出現 葉小姐,你有什麼問題問師傅 師傅 你問我可否有少奶奶的命 響到呼吸 包你不行 甚麼 剛才才說 你說是黃夫 對,黃夫,但她的鼻樑 就說是否響呼吸 對,鼻樑 她的鼻樑,我剛才說是合格 她要夠高才響呼吸 不過幸運 因為兩拳漂亮的鼻子 不太漂亮 可以幫夫 幫完之後主動立 那些錢也有錢 記得不要幫她之後 離開了 對 我想問我有沒有小朋友 以及多不多小朋友 這個很容易 因為剛才我們剛才留意過 你人中 我們判斷是男還是女 但此外人中 都叫深和闊 生產比較容易 面型來說是歸來 有朋友之後 你經常問 兒女是不是在身邊 原來這個飽滿 叫歸來 晚年,兒女在身邊 那兒女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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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又要休息一下 下一節回來繼續 風生水蒸毒班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風生水蒸毒班 也歡迎張先生、黎小姐 我們這批情侶個案 師傅 又要你指點一下 你先看看 我 你學了很多 我…我看到一個胖、一個瘦 就像一粒一粒 那是否正確 正確 初步拖正確 通常… 對,有時候像樣 夫妻上就未必好 沒錯… 通常一高就背矮 矮矮 肥就背瘦 大隻就背小粒 通常這樣就是天生地 張先生臉圓圓 黎小姐臉尖尖尖 對… 黎小姐有很多話要說 沒錯… 對,父母不配 這個要改了,要叩牙 怎麼這麼久都不叩牙 過錢 要慢慢儲錢 我看到張先生…耳朱很厚 耳朱厚嗎? 耳朱厚60歲厚 是嗎? 對,60歲又幸福了 那還有甚麼態度呢? 糟了 不如我們學生看看 是呀 師傅,我看到牠的牙齒非常漂亮 很飽滿 哪個? 黎小姐 少年讀書運 應該都容易得到貴人長輩分 小姐,這個牙算不算窄? 錯得不得了 對 不窄又為甚麼? 窄就少年運差一點 這個有讀書,這個沒有讀書 雖然是飽滿 但這裡不夠闊 沒錯… 因為我們說少年行不行運呢? 還有讀書好不好呢? 是看兩位闊不闊,不是高不高的 高是代表可能是後天 變成一個人比較有智慧 想事比較厲害 但是先天讀書的運氣 因為有時候讀書不是說聰不聰明 有沒有讀書運的 那通常一般人比較窄 讀書運都不是十分好的 OK